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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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多少朋友跟我一样啊 对于那种看着就特别轻松 赚钱又特别多的工作 充满了好奇心的向往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 在短视频行业里 懒人们都是怎么赚钱的 第一 如果你是那种吃东西听起来特别香的人 恭喜你 你可以去录制一种叫做ASMR的视频 通过咀嚼食物的声音来获取点击率 并赚取一些非常不错的收入 不要觉得惊讶 为什么嚼东西 听别人嚼东西已经变成一种需求了 现在人类的行为确实越来越难以捉摸 无论你今天是嚼章鱼 还是嚼三文鱼 还是嚼年糕 还是嚼海带 或者你的牙口不好 你派出你们家的狗来嚼 仓鼠来嚼 总之 如果你们家有人嚼得好 在成都买套房 付个首付的钱 问题不大 第二呢 请不要放过你们的家人和朋友 珍视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每次你妈吵吵着 让你给她做肩颈按摩的时候 请不要拒绝她 并在旁边立一个相机 因为这是录制住眠类视频的大好机会 很多人喜欢在睡觉前观看此类视频 因为它能让人产生一种 惬意和轻松的感觉 第三 如果你是那种特别喜欢网上购物 听到快递小哥的门铃 就觉得特别兴奋的 请你下次 在拆包裹之前 在旁边里一个相机 千万不要错过了录制 爆款开箱视频的时间 看这个颜色很漂亮 让我们开开 开 哇 哇 开箱视频真的在网上特别的火 似乎人们对于包装纸里面包着的东西 被拆开的那一瞬间 格外的好奇 并且能给许多人制造快感 一些数据显示啊 2017年 中国人日均花费在移动设备的时间 已经到达了两个小时 零三十九分钟 其中呢 观看各类短视频的时间 超过了半个小时 人们有一种感觉 似乎视频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 可是我们花费在观看短视频上的时间 却越来越长了 在这里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各式各样的短视频之中 有多少人看过 知道甚至喜欢Vlog 可以举一下手吗 哈哈哈哈 好 谢谢 什么是Vlog呢 这是一个英语合成词 来自于Video and Blog 或者是Video and Log 翻译成中文是视频日志 指的是人们通过记录和剪辑自己的日常生活 而产出的一种短视频类型 Vlog呢诞生和发展于YouTube 在中国 Vlog呢是近两年才开始变火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表 其实在两年前 关于Vlog的搜索还寥寥无几 但是最近两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 知道 喜欢 甚至愿意去录制自己的Vlog 我有时候在想啊 尤其是这些没有举手的朋友也许会想说 为什么人们喜欢看Vlog 就是一个普通人在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呀 美国杂志显示 美国的青少年对于网红的依赖程度是明星的七倍 我们也许会为一个明星痴狂 但却只愿意对YouTube上面的网红 倾诉自己现实生活中的烦恼 而亲密感和原创性 是我们考量是否追随一个Vlogger时候的重要标准 一个人非常随性和真实的生活状态 在Vlog里面展现出来 一个女博主可能没有化妆素颜的样子 就这么不经剪辑地出现在了她的Vlog里面 这个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和这个人很亲近 他看上去更像一个人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的 有一定的亏视欲 所以说创作者和观众之间 所因分享而产生的这种情感连接 也是大家喜欢看Vlog的另外一个原因 一个Vlogger在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里面 非常真诚地在和观众分享着他的生活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Vlogger 就像我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一样 我真的感觉我认识他 朋友们观察另外一个陌生人的生活 有的时候真的是可以令人上瘾的 我是怎么成为Vlogger的呢 这其实是一个曲线救过的过程 我的职业是一个短片摄影师 入行已经有六七年的时间了 拍过婚礼广告纪录片 在很长的时间里 我都是那个拿着大相机和专业的收音设备 去拍摄别人的故事的人 大概是两三年前吧 我觉得我的职业到了一个平静 那个时候我开始质疑很多很多的东西 包括拍摄这件事情 于是呢我做了一个决定 放下大相机 拿起小相机 把一个小相机就天天揣在兜里面 回归记录和讲述故事的本质 从拍Vlog开始 于是呢2016年的时候 我在新浪微博上面 Po出了我制作的第一个Vlog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 当时呢我正在欧洲旅行 然后呢就拿兜里的小相机 把一些好玩的事情 放在了这个Vlog里面 当时我在新浪网上 可能只有不到五万粉丝 可是这个Vlog Po出来之后 我立刻得到了 几百条的关注和转发 说实话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是喜还是识悲 因为原来可能我带着更大的制作组 去拍摄的可能更专业的视频 都没有受到过这么多的关注 半年后呢 因为这个跟男朋友谈这个异地恋 对这个经历过长距离恋爱的朋友都懂 你对一个人这个思念的白爪挠心的时候 我就把自己相机里面积累的一些素材 剪辑了一封视频情书想发给我男朋友 其实讲的呢就是女孩子一些小心思 我不想跟你说一句我想你 但是我想通过跟你分享我眼中看到的美景 来告诉你这件事情 这个视频其实是一个非常私人的行为 但是当时我发给我男友之后他很喜欢 我想说要不然你发一微博得了 但是没想到呢 这个视频就成为了我制作出的第一款爆款视频 很多朋友其实是因为这个视频情书才认识我的 也有很多朋友跟我分享说 他们之所以喜欢这封视频情书 是因为他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故事 再之后呢 我更频繁地开始更新自己的日常Vlog 甚至在去年夏天的时候 尝试连续31天记录Vlog 有更多的朋友通过Vlog认识了我 我的事业呢也开始有了新的局面 从大相机到小相机 从幕后到幕前 但是有一件事情没有发生改变 就是讲故事 只是拍摄Vlog给了我一个新的角度 从点击率的角度来思考 到底观众喜欢看什么样的故事 当然也有更多的像我一样的视频博主 他们的事业也出现了新的转机 目前Vlogger不仅可以成为一个新兴的职业 如果你愿意 你还可以把它轻盈成一个非常可观的事业 今年2018年1月的时候 美国的福布斯 他们公布了一个数据 在YouTube上面的头部视频博主 他们的年收入已经达到了1420万美元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几乎是一个普通北京市民工资的750倍 大家也许会说 What?怎么回事?怎么可能? 为什么可以赚这么多的钱? 其实这个答案并不难猜除 因为原来呢 我们可能喜欢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现在我们想或许休闲的时候 会选择躺在沙发上看手机 这个消费者的视听习惯 收听习惯发生了改变 那么广告主的投资策略 也一定会发生改变 拥有流量的视频博主 是如何将自己的流量转化为金钱的呢? 这其中有两种主要方式 第一种 平台分成 第二种 广告植入 我们先来简单地讲一讲平台分成 以YouTube举例 如果你是一个年满18岁 并且拥有自己的YouTube频道 积累了一定量的粉丝 还有浏览人数 你就可以开始和YouTube分享 它的广告收入了 以广告贴片举一个例子 YouTube呢 是按照浏览量给你计算的 只要你有观众观看这段视频 超过了30秒 或者观看广告的长度 超过了整个长度的一半 这就算为一个浏览量 而YouTube将支付给你5美元 每1000个浏览量 这样一个数据 不要小看5美元这个数字 以这个开箱视频举一个例子 大家记住了这个 穿着这个Spiderman的这个小朋友 也看一下 这个视频呢 在YouTube上的浏览 已经达到了2.6个亿 以我们刚才的计算方式 如果有三分之一的浏览量达标 那么这个小朋友将赚取45万美金 约合于300万人民币 也就是说朋友们 在YouTube上面 每一个爆款视频 你点击一下 都在往这个视频博主的兜里面 塞钱啊 再说一说广告投放 其实这个形式 无论在国外和国内 都已经更加普遍了 如果你是一个有高转换率 高粉丝年度的博主 广告商是非常愿意拿着他的产品 植入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的 因为跟以前的这个电视广告相比 每一个博主背后都有一个粉丝群 所以说对于广告主来讲 他对于视频博主的内容投资 是更有针对性的 而每一个视频所产生的转发和点赞的量 也可以直接地为广告主产生一个非常详细的数据 当然了 前面说了这么多轻松和惬意的事情 最后呢想向大家泼一泼冷水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视频博主 你的身体也许真的可以躺着 你甚至可以不停地去旅行度假 但是你的大脑永远都不能停 有一些Vlogger会比喻说 你一个人就是剧组的全部 因为很多时候真的是这样的 你既是导演又是编剧 又是创意又是摄影又是剪辑 当然了 在这个行业里面 永远都不缺非常优秀的创意人才 在这里呢我想提到一个人 她是Casey Nasdaq 熟悉YouTubeVlog文化的朋友们一定知道Casey 她有多重身份 既是一个HBO的编剧 又是一个优秀的YouTuber 同时呢还是一个慈善家 旅游家和冒险家 这个是Casey本人 Vlog这个形式也许不是由Casey来发明的 但是一定呢是由她来发扬光大的 所以喜欢Vlog的朋友 经常称Casey为Vlog教主 Casey到底有多厉害呢 我简单地跟大家讲两个小故事 2011年的时候 她在她的YouTube平台上面 发布了一个短片 叫做《自行车道》 讲的是呢 她在纽约的马路上骑车 因为没有规规矩矩的骑在自行车道上 被罚了50美元 所以说她转头 就拿了一个相机 拍摄了这么一个视频 视频里面 她规规矩矩的在自行车道上骑 却被摆放的杂物撞得人羊马翻 这个视频火了 被当年的《时代周刊》 评为十大最有创意视频的第八名 而Casey是怎么做广告植入的呢 Nike给了她一笔钱 想去推广新的产品 她拉上自己的剪辑师 从纽约的公寓出发 直奔纽约机场 两个人把这笔钱 全部花在了环球旅行上面 十天里面 十六个城市 十三个国家 从美国到英国到法国到泰国 再到印度 一路奔跑 直到把这笔钱花光为止 做出了这个非常有名的视频 Make it count 到现在为止 这个视频 都是Nike广告史上 最优秀的一支广告 其实 有时候我经常在想 在短视频行业里面 人们也许有一种迷思 觉得那些拍商业大片的人 好像看起来更加厉害 而在网上分享自己的Vlog 看起来是不是过于接地气 作为一个游走于这两个行业之间的人 我也有过类似的犹豫 但是每一次 当我看到像Casey Nasdaq 这样的人出现 带着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创意 和最低的budget 以及最强的执行力 拍出一个震撼广告圈的视频的时候 我都觉得创意是属于每一个想去表达创意的人 这里面没有所谓的门槛和高低 只要你厉害 一部相机 一个电脑 一个天马行空的大脑 你就可以创造出震撼人类想象力的短视频 谢谢